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着他的样子 小五扑之一笑 有这么胖的凤凰吗 我怎么看都觉得他像个土鸡 马红骏此时的样子看上去确实有些搞笑 戴着长长紫红色羽毛的手臂 竖起的头发 如果说他是凤凰 恐怕真没有什么人会相信 更像一只肥胖的母鸡 马红骏像是被触动了逆鳞一般 勃然大怒 你说谁是土鸡 双手抬起 身上低魂环 骤然亮了起来 猛的张开嘴 一股细细的紫红色火焰朝着小五的方向喷吐而出 高热令空气一阵扭曲 紫色火焰看上去并不剧烈 在空中像一条延伸的火线喷射而出 小心 唐三右手一挥 一条蓝色的长藤飘然 卷上了小五柔软纤细的腰 将它横向拉到自己身边 躲开了马红骏喷出的火光 但马红骏显然没有就这么放过他们的意思 口中火焰 保持在五米的燃烧长度并不熄灭 追着小五的身体横向甩了过来 就像是一件五米长的火焰兵器一般 唐三拉住小五的手飞速后退 同时 几根蓝银草已经迅速贴地延伸出去 通过短暂的观察 他已经发现 马红骏那火焰的温度应该非常高 但却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攻击距离只有五米 只要限制住他的行动 对付起来并不困难 果然 就在马红骏刚想追击的时候 只觉得自己脚下一僵 双腿已经被蓝银草牢牢地缠绕 一阵剧烈的刺痛从腿部皮肤传来 紧接着就是一阵麻痹的感觉 马红骏吃了一惊 低头正好看到缠绕过来的蓝银草 立刻毫不犹豫地开启了自己的第二魂环技能 砰的一声 剧烈的紫焰 立即从他身上燃烧起来 骤然间向外蔓延 缠绕在他身上的蓝银草与那紫焰一接触 顿时 剧烈地燃烧起来 眨眼间化为灰烬 看到这一幕 唐三不禁吃了一惊 他清楚地感觉到 马红骏的武魂 似乎正是自己武魂的克星 蓝银草虽然在两个魂环的作用下变得极为坚韧 但作为植物 至少现在来说 对火还是极为畏惧的 全身燃烧着紫焰的马红骏 看上去 威势大增 眼中喷发着愤怒的火光 大踏步地朝着唐三和小五的方向冲了过来 口中火焰喷吐 就像火神将士一般 喂 唐三一把没抓住 小五就已经窜了出去 毛茸茸的兔耳朵在他快速的行动中 微微颤动着 全身红光大盛 魂力完全外放 唐三的双手食指轻微地律动了一下 手中已经扣了数件暗器 眼中紫色盈燃 一旦发现小五遇到危险 那么他立刻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眼前这个胖子的武魂虽然很强 但通过之前的接触 唐三知道 他的魂力和自己相比还要差上一些 不可能像赵乌鸡那样挡住自己的暗器 马红俊见小五向自己冲来 郑重下怀 毫不客气地一口火线就喷了过去 火线在空中画出一个圆形 封锁了小五所有可以前进的道路 马红俊心中暗想 死丫头 敢说我是火鸡 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老子就不叫邪火凤凰 不过他长得挺漂亮的 还是不要烧坏了才好 一边想着他喷出的火焰也变得弱了几分 伤人足够 致命却不会 紫色火焰的温度下降 小五自然是感觉得出 这胖子在手下留情吗 好 那我也对你温柔点 就在马红俊以为小五要伤在自己第一魂环迹凤凰火线中的时候 突然 空中的小五身体瞬间蜷缩在一起 同时 在空中轻飘飘地扭动了一下 柔软的身体似乎已经突破了人体的极限一般 硬生生地从他喷出的火线的缝隙中钻了过去 身体再次舒展时 已经到了马红俊身边 小五是什么实力 唐三在不使用暗器的情况下 最多也只能和他保证个平手而已 还不能让他近身 尽管马红俊的第二魂环迹 浴火凤凰 是全方位防御 并且附带攻击的技能 但小五已经将自身魂力外放 短时间抵御 绝无问题 当唐三眼看着小五来到马红俊身边的时候 他手里的暗器就已经收回了二十四桥明月夜 这场战斗已经没有了任何悬念 果然 小五没有给马红俊任何反应的机会 身形一转 已经来到了他背后 双手撑地 双脚瞬间甩起 直接夹在了马红俊的脖子上 第一魂环迹 妖弓发动 小五整个身体就像一张弧形大弓 第一魂环的光芒瞬间覆盖全身 剪接着他的身体就像骤然发力的满月之弓一般将马红俊的身体骤然甩了出去 妖弓的魂迹效果 瞬间增强自身妖力百分之一百 身体韧性增强百分之五十 魂力十几以后 每增加一级 妖弓使用时增幅效果增加百分之一 也就是说 现在小五发动妖弓之后 能够将妖力增幅百分之一百一十九 瞬间爆发的弹性 足以甩出魂力五十几以下的任何非力量型对手 当然 妖弓虽好 但前提是必须要近身接近敌人才能发挥出效果 否则 徒有妖力也没用 很难想象 小五还不如马红俊大腿粗的小蛮腰能够发出如此巨大的弹力 鉴于马红俊收敛了自身火焰 小五也算是手下留情 并没有将马红俊的身体直接砸向地面 而是朝着空中甩出 给他留下了控制身体的时间 不过 他显然是高估了马红俊 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力 这胖子在空中手舞足蹈地翻滚了几圈 最后还是一屁股摔在地上摔了个几荤八素 别打 你们别打了 一旁的翠花姑娘突然开口 快步朝着马红俊跑了过去 马红俊身上的火焰也像是被摔灭了一般 整个人头晕眼花地勉强从地上爬起来 碎花帮马红俊拍了拍身上的土 马红俊哼了一声道 还死不了 小兔子 再来 小五突然原地跳起 嗖嗖两声 脚上的鞋被他甩了出去 尽管他的魂力抵挡住马红俊第二魂技 浴火凤凰大部分效果 但夹住马红俊脖子的双脚上的鞋子 还是沾染了那紫色火焰 令小五有些吃惊的是 那紫色火焰竟然有种粘稠的感觉 沾上之后竟然并不熄灭 不得已之下 他也只能将自己的鞋子甩出去 吃着一双白练的小脚站在原地 翠花姑娘 你这是 小五看着翠花对马红俊关切的样子 不禁有些摸不着头脑 之前这胖子不是在欺负他吗 怎么现在又 翠花哀求道 你们别打了 其实红俊是个好人 只是我们不合适而已 所以我只能和他分手 你们走吧 我和他说清楚就好 马红俊怒道 你别管我的事 闪开 说着一把将翠花推开 就要朝小五再冲过来 只是估计怕伤了翠花 他并没有再次使用第二魂技 正在这时候 一个惊讶的声音响起 唐三 胖子 你们这是干什么 唐三和马红俊同时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 只见一身白衣 头发疏离的极为整齐的戴木白 正朝他们这个方向走了过来 小五哼了一声 怎么回事 你问他吧 这胖子光天花日之下欺负女孩子 我们看不过去 要教训教训他 戴木白冷峻的脸上突然忍君不禁 小五 我想你是误会了 碎花姑娘 你也受不了他了吗 碎花脸一红 点了点头 转身就跑 这次 马红俊也没有再去拉住他 只是一脸的颓色 唐三走到戴木白身边疑惑的问道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戴木白看向胖子道 你自己说 还是我听你说 马红俊瞥了戴木白一眼 低着头道 你也说吧 戴木白哈哈一笑 怎么 死胖子也会害羞了 好吧 我听你说 说着他转身向唐三和小五道 还记得我曾经对你们说过 学院包括我在内 一共只有三名学员吗 唐三顿时明白过来 你是说他就是 戴木白汉手道 是的 胖子就是那第三个 也是在你们之前最晚进入学院的一个 刚才的事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 但猜也能猜得到 其实啊 这也不能怪胖子 怪只能怪他那个草鸡武魂 放屁 你武魂才是草鸡 老子的武魂是凤凰 就算老子长辈的武魂都是几 我这个也是凤凰 你没听过 草窝里也有金凤凰吗 马洪俊美好气的道 戴木白脸上笑容不减 凤凰 好 就算是凤凰吧 唐三 胖子这个武魂很怪异 院长说 他的武魂是一个变异武魂 创听王解放你的眼睛 用耳朵熬游书的海洋 无可阻挡得听书新感觉 你的创听别样精彩 3w.785.com 变异武魂 是什么武魂与什么武魂产生的变异 唐三追问道 对于变异武魂 他听大师讲过很多 武魂一旦变异 那就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变得极其强大 另一种情况就是被削弱 大师本人就深受武魂变异之苦 而眼前这个马红俊的武魂 显然是属于良性变异那一种 戴木白道 别说是我 連马红俊自己恐怕都不清楚 他们那个孙子 所有人的武魂 基本上都是同一种没有攻击力的家禽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到了他这里 武魂就产生了变异 先天就拥有了火焰的能力 胖子 并不是自己入学的 而是在三年前被院长在他们村子中发现后带回来的 他的年纪应该和你们差不多 由于武魂变异令胖子拥有了很强的火焰能力 这种火焰又非常惯异 不但温度极高 而且有着很强的附着性 很难熄灭 院长说他武魂变异之后 真的有可能成为了凤凰 但是他这武魂 也有一个巨大的缺陷 便衣 虽然带来了强大的魂力 同时也对他的身体产生了一定影响 令他在男女那方面的能力变得极强 而且欲望冲动是普通人的十倍 如果只是压制不经过疏导的话 那么随时都有可能被这股邪火冲击的暴体而亡 马洪俊赶忙补充了一句 邪火上来压不住啊 唐三和小武都有些发愣 两人的眼神都变得极为怪异 虽然唐三对便衣武魂也算是有不少的了解 但像马洪俊这样的 却还是第一次听说 眼前这个胖子如果年纪和他们差不多的话 应该才十二岁 一个十二岁的少年居然需要找女人 来让自己的武魂不至于反面 这也太害人听闻了 戴木白继续道 所以这个家伙就会经常浴火焚身 不发泄发泄他早就死了 尽管他的武魂自身很强大 但这浴火也不是那么好修炼的 小武咒眉道 可是也不能祸害人家女孩子吧 那是流氓行为 马洪俊怒道 这什么叫祸害 我们那是你情我怨 我胖子虽然性欲强了点 但我从来没有勉强过谁 我们都是你情我怨的 我可不是流氓 唐三看向戴木白 戴木白点了点头道 这倒是实情 胖子从不勉强别人 刚才那翠花姑娘也确实是他女朋友 小武哼了一声 不勉强别人 那为什么人家要和他分手 胖子的脸红了 戴木白的脸色也变得尴尬起来 戴木白咳嗽一声尴尬的道 因为这家伙斜火压不住的时候太多 想忍受他每天所要的三四次 也不是一般女孩子能做到的 所以他来学院这一年 已经换了几个女朋友 最后结果无一例外 都是把他甩了 要不是他有着浑尸的身份 恐怕找女朋友都费劲 说起来 在那方面的能力 恐怕还真没有几个人比得上这个胖子 他那邪火草鸡的绰号就是这么来的 马洪俊没好气的纠正道 是邪火凤凰 唐三目瞪口呆着道 不愧是怪物学院 连这样便衣的武魂居然也有 小五的脸有些红了 清脆一声 这是什么人都有 马洪俊瞪视着戴木白道 我要是像你和小傲那样 也长了一张婊子脸 能同时交往几个女朋友 何至于如此 你就不用妄自菲薄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一天赶三场 和不同女孩子约会的事 戴木白邪眸光芒连闪 有些匆忙似的朝身后看来看 压低声音道 胖子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你给我小声点 马洪俊黑黑一笑道 你不是一向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吗 今天这是怎么了 吃所要了 戴木白瞪了他一眼 少废话 有些话是不能乱说的 再败话我名声 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唐三忍不住道 马洪俊 那你现在没有女朋友了 以后怎么办 停止修炼吗 马洪俊耸耸耸肩道 还能怎么办 小命最重要 回头问问院长 看他有什么办法吧 小五道 学院在什么地方吃饭 我都要饿死了 戴木白道 你们跟我来吧 四人重新回到史莱克学院的范围内 戴木白带着他们来到了学院食堂 所谓的食堂 其实只是学院和这个村子的协议而已 聘请了几名村民负责大家的伙食 早点虽然简单了一些 但盛在量足 吃饱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来到食堂的时候 宁荣荣和冰冷少女朱竹青也已经来了 朱竹青看上去除了脸色苍白一些以外 似乎已经没有了什么不妥 或许是因为昨日联手的缘故 二女看到唐三和小五都向他们点了点头 朱竹青还冷淡一些 但宁荣荣的神色却明显有亲近之意 微笑中脸上露出两个梨窝 看上去分外可人 马洪俊眼睛有些发直的看着二女 毫不掩饰的吞咽了一口唾咽 戴木白用手肘撞了他一下 低声道 你老实点 最好把邪火压住了 马洪俊怒道 为什么 难道你又要下手 我说 戴老大 就算你是老大 也总要给兄弟们留点汤喝吧 戴木白又撞了他一下 偷眼向朱竹青看去 朱竹青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他们这边 缓慢的吃着早饭 脸色 却依旧是冰冷的样子 小五挨着宁荣荣坐了下来 低笑着和他说着什么 从宁荣荣看向马洪俊那有些诧异的眼神 马洪俊也知道他们在谈论自己呢 顿时有些泄气的坐了下来 拿着桌子上的早点发泄 戴木白咳嗽一声 说道 小傲这家伙又睡懒觉了 他总是那么懒惰 除了小傲 我看大家也到齐了 以后一段时间 大家都要在一起生活 学习 我们彼此相互认识一下吧 我给你们介绍 这个胖子就是我们学院的另一个学员 叫马洪俊 五挥是草 哦 不 是凤凰 听到凤凰二字的时候 朱竹青抬了抬头 但也只是看了马洪俊一眼而已 目光从戴木白身上掠过时 似乎更增添了几分寒意 马洪俊道 对 呃 戴老大 听说新来的学员 昨天让赵老师吃了不小的亏 是谁啊 戴木白岛 你刚才已经和他交过手了 不过 你是幸运的 没有遭遇和赵老师一样的待遇 一边说着 一边抬手指了指唐三 马洪俊有些不可思议的看着唐三 不对呀 你的魂力虽然比我强点 但似乎也高不了太多 应该不到三十级吧 怎么可能让赵老师吃亏 他可是七十六级魂圣 我不信 感谢您收听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长篇玄幻小说 《斗罗大陆》 欢迎您继续收听 《斗罗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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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